好, 大家好, 真如沖, CRW 新玩具, 這支是台灣Bot出的EBB 即是會鎖的一支電動MP5 我就是MP5的粉絲, 一定要入貨來測試一下 這支槍呢, 剛剛拔到影片, 開了盒 大家感覺都非常聚首 你一定會問對比起VFC會怎樣 這支槍的顏色呢, 就有一種灰灰的鋼色 但是真槍就不是這樣的 VFC就比較像 另外, 全支槍都沒有marking, 沒有黑字 賣點呢, 這支就會鎖, 一定會試槍 照舊, 這個空間放電是很小的 所以稍後會脫開手盒來試槍 另外一個操作上的特別之處 這支槍呢, 它可以黏著不搓的射擊的時候 就是這樣擱起的手盒 如果你想它搓, 下這個手盒就會 這個位置前後移動 重量呢, 其實在一條 好像鉛筆一樣的鐵在裡面 看說明書呢, 就會看到這一塊東西 這個就是Upper Body 這塊F-54 Pass 就是應該的重量所在 這條軸心, 接著有彈弓 F-14 它也叫Recall Kit 就是這塊東西 首先試了7.4W電, 讓你聽聽聽 那個頻率先 之後再用11.1去試槍 不需要點, 當然快一點 現在沒有彈弓, 先用Dry Fire 你會看到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好, 試Auto 都幾滑 感覺上滑過次世代M4 單塊會規復於圓位 那現在呢 就入11.1W電 那我自己喜歡MP5 其實很討厭這個尾鏡 因為 如果玩造型 燒天馬的SAS 是它的經典樣子 就是 原本的外形不是這樣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Malui出了MP5J之後 所有的槍廠都出這種尾鏡 噴率快很多 10.1W電 好, 現在呢 入了0.2G 這個色澤也統一了 這個也是一讚的 因為 如果網站不同樣子 又是 沒有限制的 好, 現在試一試力水 試一試槍 用了0.2G 1.154 1.128 1.162 1.162 1.122 1.122 好 現在試一試 把 我先站後一點 看著地面 開單發 那晚的伸縮托 都是一般 都沒什麼特別的了 好 我打 三個把 中間黑色那個 好 看看 我先描這裏 全部飄上 一點 是 1 射線 問題 試煉法 最好玩就是 開煉法 EBB 可以拍攝我肩膀 看看 震動的實際上是怎樣 我先描一下 最下面的黑色把 好 掉鍊了 然後再上鍊 這樣 狂掃它 蛋在這裏 由於我鋪 就不是很長 所以 距離都 試多一轉 我先走後一點 就描這裏 看看這裏 好 現在進入了百多飛 試多一轉 就打 敷屋肚子 爽一下 好 上鍋 這次 就描 那三個黑把 中間那個 這次 描低一點 而已 都幾好玩 其實現在我們經常說 玩GBB 近人中有這支 電動的MP5 都幾過癮 其實 一路滲在這裏 其實可以震的 真的比馬技強一點 震動幅度 那支槍的比重都 前後平衡 當然我會換電筒托 MP5 當然是玩電筒托 那載電的空間會大一點 啊 試一下 忘記了試 塞了那個 塞的功能 再試一次 變回正常電槍 好像快了 塞了 對了 如果有打開 就慢一點 那就 應該沒什麼補充 多謝各位